今天我們來到這個荒浪的門口 但我們這次不是這個門口 接下來我們去哪裏 大家看到後面是一個荒浪音響的新秀屋 這個新秀屋裏 他們都搞了好幾個月了 我都非常緊張 因為我都知道裡面有好幾個不同的設置 包括有2channel或是AV 小西今天約了Kent 跟大家說究竟裡面有什麼玩 我們一起進去吧 香港的示範空間其實是很有限的 你想大一點都不行 我們同時間想過就是九龍區 或者香港區開過另外一間 突然間跟我們一起去一個酒箱 就是搬到其他地方 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跟朋友聊過之後 大家都決定好 我們就想拿到隔壁房 就衍生了很多新的計劃 show room 裡面來講 就分開了兩間獨立房 一間就是跟法國品牌DVLA合作的 就叫做Elite Room 這個Elite Room 已經是全亞洲第一間房間 裡面有5.5個系統 叫做Immersive Theater System 就是ITS System 這個系統可以播放影音效果 甚至看電影 4K影片 也有整齊所有完善系統的播放 另外一個房間 就是由我們這邊的房間 新延過去的一個 亦都是數碼播放的房間 那個房間的特點 就是可以跟這邊的房間 或者任何一間房間 用LAN cable 即是EVANET的方法 去接駁所有的信員而播放 5.5系統 是跟DVLA這間品牌一起合作的 就是動用了它五隻的Go Phantom 但是5.5不是一個限制 它可以隨時變成7.7、9.9 那為什麼是5.5或者7.7或者9.9 所以每一隻FANTOM 它的低音是能夠達到14Hz 所以每一隻FANTOM 就會是一個超低音 但是大家都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信員裡面 我播放的Blue Ray 只有1.1 那為什麼可以分成1.5 或者7.7 或者9.9 就是這個系統的獨特地方 這個系統裡面 是包含了整套的DSP調整的設備 所以就不是說你買五隻Go Phantom 就會變成這個系統 這個DSP機的功能 就是將你整個系統 是用法國的DVLA工程師 去到你家裡 是特設出來的 無論你的家居擺設是怎樣 每一個聲道 都是有獨特的 例如Phase 上位的調整 Timing的Delay EQ 以及音量的調整 所以這個系統裡面 是包含了DVLA工程師 去到客人的苦上 去做一個完整的測試 做完之後 是會有廠方的認證 這件事 我們覺得是很幫助 接合到現在這個高質素播放的 影音年代的需求 整個系統裡面 都是用全數碼傳輸的方向 這個形式是比較少見的 因為喇叭裡面來說 很多時間有一套影音系統 有前後級 那你一定會走這個信號線 或者是analog信號線 甚至是喇叭線 入牆身去到不同的喇叭 但是現在這套5.5的ITS系統 整個都是全數碼 直到入到喇叭裡面 才做解碼 你看到房間 就是純粹用前牆 後牆兩棵牆的空間 掛了喇叭上去便完成了 所以整個系統裡面來說 是不需要佔用你家居的空間 這間房間 是我們用了六個月時間去做的 六個月時間 在香港裝修或裝網來說 其實很誇張 特別是商業的因素上 那為什麼 因為這間房間 是全亞洲第一間的Elite Room 所以廠方有一套特定的白皮書 是大約150版 由長身的設計 到每一個吸音的位置 以至梳化甚至桌子 的設備 都會有一個很完整的規格 是我們需要遵守的 這兩方面來講 跟廠方亦都無合了很久 因為這是全亞洲第一套有的系統 所以整個SPEC 在這個房間裡 亦都得到廠方的認證 這件事就是剛剛我們提及的 如果客人有一套 需要一套這樣的機器的話 廠方做完整個設備 亦都會有一個認證給客人 其實不達定一定是5.5 你喜歡5.5 可以對應7.7 可以對應9.9 但如果以我們這間房間 作為一個基本的5.5系統 即是用5隻Go Phantom 去做一個設備的話 整套系統 包括我們會做的 為客人特別設定的APP 即是APP 去控制這套系統 以及廠方來到客戶裡 做微調調整 整個設備裡 整個系統 是會在港幣20萬以下 我們相信這個系統的競爭力 甚至價格比 亦都會非常高 讓我感到我們 能力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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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